芳华清世,泪洒菩提,那些被我们即将遗忘的年华,宛若稍纵即逝的流星,只耀眼了那么一瞬间,随转即逝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杰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《花样年华》。 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香港,年轻貌美的苏丽珍跟随丈夫搬进了一栋出租屋,与此同时,周沐云也带着妻子来到了这里。 阴差阳错之下,两人成了邻居,一个喧嚣的平常日子,周沐云拿着几本杂志找到了苏丽珍,原来是搬家的小贡拿错了二人的物品,万万没想到这几本杂志竟然成了二人故事的开始。 从此以后,周沐云和苏丽珍就成了好朋友,毫无疑问,这场友谊绝对不可能得到善终。 苏丽珍的丈夫是个凉薄的生意人,她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,每次回来都给苏丽珍带来各种新奇的礼物,这些甜蜜的糖果能把小女孩哄得团团转,却不能温暖一个寂寞女人的心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苏丽珍与周沐云越走越近,美艳动人的旗袍下,隐藏着苏丽珍躁动不安的心。 恰巧的是,周沐云也是如此,她经常一个人吃晚饭,一个人睡觉,一个人做着本该和妻子一起做的事情,周沐云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好。 但她并不愿意表现出来,只能硬直头皮独自承受这一切,可惜另一并并没有见过周沐云。 在与老友聊天的时候,周沐云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故事,自己视为珍宝的妻子,竟然与另外一个男人走到了一起。 听到了这些,周沐云害怕了,或许是这个男的只是她的朋友吧,又或许她不敢再想,只好强迫自己停止思考。 在这悲伤时刻,苏丽珍在一起出现,一次又一次地与周沐云擦肩而过,不安分的荷尔蒙让周沐云迷失了自我。 她爱上了一种感觉,经常找各种理由,约苏丽珍出来见面。 在餐厅里,二人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遭遇,原来周沐云的妻子真的出轨了。 更加讽刺的是,她出轨的对象竟然是苏丽珍的丈夫。 就这样,两个寂寞的灵魂同时坠入了谷底,命运开得完要让两人喘不过气,只有相拥在一起才能共度难关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苏丽珍经常陪周沐云一起吃饭,每次吃饭,苏丽珍都会点一大堆丈夫爱吃的菜,周沐云则会点很多妻子喜欢的料理。 二人都想知道,夺走自己爱情的那个混蛋,喜欢什么口味。 吃完这一餐,周沐云把苏丽珍送回了家里,她想轻拂苏丽珍的手背,很显然苏丽珍并没有做好准备,她急忙躲开了。 可惜周沐云并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,面对强大的攻势,苏丽珍妥协了,她从来没想过婚姻会这么复杂,她觉得单纯的爱情更令人感动。 幽暗的小房间里,两个期待被人呵护的灵魂终于完成了救赎,一日三餐的陪伴温暖了周沐云冰封的心,她再也无法从这场禁忌之恋里脱身了。 在今后的日子里,苏丽珍经常与周沐云排练,捉奸的戏马,周沐云模仿苏丽珍丈夫的语气说了各种伤人的话,但苏丽珍却根本恨不起来,相反,她的心里充满了懊恼, 她不相信自己深爱的丈夫会做出这种事,更不相信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不久后,小镇里的居民迎来了一场大雨,苏丽珍平静地站在屋檐下等待雨停,周沐云一眼就看到了她,她想让苏丽珍和自己撑一把散离开,但苏丽珍却并不想这么做,这些天她已经承受了不少闲话。 为了能让耳根清静些,苏丽珍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周沐云,一次次的失败毁掉了周沐云的生活,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 实际上,周沐云早就买好了去新加坡的船票,她想来一场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的豪赌,只可惜这一次周沐云并没有赌赢,相反,她输得一败涂地。 苏丽珍依然无法忘记和丈夫的点点滴滴,这一刻她选择了退缩。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晚上,苏丽珍辗转反侧,最后撇下了一句,你以后永远都别再来找我了。 这句话不但刺伤了周沐云,同样也让苏丽珍非常痛苦。 自日周沐云收拾好新囊,离开了出租屋,她的脊梁依旧挺爬,但心却被掏空了。 周沐云走后,眼泪慢慢从苏丽珍的眼眶里涌出来,她错了。 她根本无法割舍对周沐云的思念。 在今后的日子里,苏丽珍偷偷来到了新加坡,她找到了周沐云的住处。 在这里,苏丽珍找回了往日的记忆,一根香烟缓缓缓燃起。 苏丽珍贪婪地捕捉周沐云的味道,不久后她给周沐云打了一个电话,但却一个字都没说。 做完了这些,苏丽珍再次回到了香港,她生下了一个孩子,还与丈夫离了婚。 在后来的日子里,周沐云曾去香港找过苏丽珍。 但她却并不想再次打扰别人的生活,毕竟那段动人的往事已经成为了永恒的记忆。 这一场感情在周沐云心底发酵了四年。 她再也承受不起,但却没人可以分担。 她只能在吴哥窟的石壁上对着洞口倾诉,然后用一把泥土封住了全部的秘密。 苏丽珍的生活流于滚滚红尘之中,与她再无交集。 这场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,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云海里,只剩下花样年华的小曲依旧在凄美忧伤的唱着。 周沐云不够勇敢,苏丽珍矜持顾虑,于是两人只剩下分道扬镳的结局。 最美好的年华里,明明很相爱的两个人却不能在一起,再细美的故事也只能是故事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记得帮我点个赞,或者留言给我个回复你们的机会。 那么我们下期见吧,拜拜。